当播篮球快逊 星期三早早WNBA有好戏上演 届时期二将在主场和黄牌展开较量 黄牌近期连战连胜 目前正处于五连胜的甜蜜之中 而且期间获胜分差都达到双位数 最近两场都赢超过20分 状态火爆的黄牌金铺在下一城问题不大 常规赛来到尾声 其二头三十一场拿到十九胜十二负的战绩 以61.3%的胜率排名第五 以提前锁定季后赛资格 虽然已经进军季后赛 但其二重仗依然不能够放松 毕竟更高的排名可以令他们在季后赛中更加轻松 何况同身前球队的差距并不大 发挥得当的话甚至可以跻身前三 上场对阵暴风 其二完成复仇 A. 艾坚斯贡献23分 是球队获胜的最大功臣 同时他都是其二的第二得分手 军场能够贡献15分 同黄牌相比 其二信息的地方就是得分点比较少 只有戴利当尼A. 艾坚斯同仁 高迪三人军场得分上伤 而戴利当尼还经常因故缺席 目前只出战了21场比赛 虽然其二金铺继续主场出战 但他们之前强势的连胜势头被破 士气层面难免受到影响 反观黄牌连战连胜 这样的情况下 其二不移高估 黄牌近期作客表现强势 7月至今7场赢足6场 之前作客自由人更是以108比74取胜 足足赢了34分 而在上场击败狂热之后 球队迎来各项赛事5连胜 同时都拿到作客5连胜 状态同时气层面都处于顶峰 能够拿到这么出色的成绩 艾查威尔逊 即其杨格 格利奇 柏林同行给这帮主力功不可没 五人之中 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奇 柏林 他军场可以贡献20.3分和5次助攻 是王牌的得分王 艾查威尔逊就是球队的二把手 军场能够得到19.3分 9.4个蓝板和两个封了 是球队的蓝板王 封了王 同时他的军场命中率 还达到50.24% 发挥稳定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 王牌最近一次作客奇异 以86比87加时饮恨 金铺面对近方有些下滑的后者 王牌是要完成复仇 M直播是澳门球迷必备的应用程式